万万想不到战斗机找不到航母降落时,竟然真的可以停在货轮之上。 而此刻我们所看到的影像,便是真实拍摄于1983年的5月6日, 英国一飞行员沃特森驾驶着一架海钥匙战斗机参加北约军演时, 因无限电故障,导致他与自己的母舰失去联系, 最后迫不得已时,他驾驶着该战斗机,迫降到一艘来自西班牙的货轮之上。 那么这名幸运中,又带着不幸的倒霉弹飞行员沃特森, 到底是经历了什么事,能够让他冒着击毁人亡的风险, 将一架军用战斗机停在一艘商用货轮之上呢? 原来沃特森虽然是一名飞行员,但以他的飞行经历, 在时还不能使他单独的驾驶该战斗机去执行这么大的会演任务。 但又让人无语的是,在北约军演之前,因英国官方审核人员的失误, 勿将年仅25岁的沃特森给上报了上去, 于是他就出现在之后的北约军演的现场,并成功的单独驾驶这一架, 还要是战斗机参与军演活动。 虽说以他的技术,驾驶战斗机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, 但就在他准备返航时,他发现自己所驾驶的飞机无线电出了问题, 这样他就联系不到自己的航母,也就无法返航。 且该战斗机属于垂直起飞降落式飞机, 所以在起飞之前,该飞机就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燃油, 所以沃特森要在自己飞机燃油消耗完毕之前,成功找到落脚点, 不然他就只能命丧茫茫茫大海了, 要知道军演一般都离海岸线十分的遥远, 仅靠肉眼来观察哪边是海,哪边是陆地,是非常困难的。 且军演的当天,该海域还有着大雾, 所以想要驾驶着飞机飞回岸边停靠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最终在沃特森快要放弃之时, 他发现自己飞机的下方正好经过一艘火轮, 于是他决定将自己所驾驶的飞机停在该火轮之上, 而这刚好该海要是战斗机, 有着能垂直起飞和降落的功能, 最终在沃特森的一番努力之下, 该飞机稳稳地停在了西班牙货轮阿尔雷格号的集装箱上, 并因船上一辆面包车的存在, 飞机是牢牢地被卡住, 沃特森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。 而事后也因沃特森的这一机制举动, 他在当天也成为了英国的新闻红人, 战斗机不仅没有遭受损失, 阿尔雷格号的船主以及船员们, 还获得了英国政府共57万英镑的现金奖励。